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一段对白 与你的心灵进行深度对话 家族朋友欢迎光临空大桥节目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心灵电影院 我们邀请到阳光逆临美少女刘英台老师 英台老师你好 宇嘉宁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又再次参加我们的电影分享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哪一部电影呢 人生胜利组 听到胜利这两个字 大家一定会立刻冒出那个V 对不对 但没有这部电影的胜利不是这么写的 对 这组的胜利是剩下的胜 胜利 胜利是一样的 剩下来的胜利 那相对的我想大众很想参加人生胜利组 可是还有人生失败组 可是呢 这样子一个电影在进入我们台湾的时候 很有趣的 它是一个在讲一个布莱德的位置 英文的 Breads the standards 他的位置 他的原名 可是到后来我们台湾就翻成叫做人生胜利组 那因为他都觉得他自己是路舍 他是一个 失败者 在参加同学会之后呢 他突然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 可是在大学的读书的时候 他很优秀的 老师都很欣赏他 同学也觉得他成绩优异 表现良好 应该在未来社会的发展应该是很棒的 大展宏图 对对 可是没有想到参加20年之后的同学会的时候 他却是感觉上有钱的有钱 有权的有权 每个人过得都 飞黄腾达 而且生活安逸 要什么有什么 左勇右抱美女 对对对 都有 那当然了 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 参加同学会之前跟之后 有没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感觉 以我这年纪来说 已经可以到这个放下一些工作中的重担 从免书啊 赖啊 还有些什么样的资讯里面 就把那些同学会再聚在一起 对 可是我知道 有的人是很乐意参加同学会 那有人是拒绝参加同学会 那有人是参加之后 我再也不要参加 我家里有个朋友 他也认为是会蛮名望的一个人 他很有趣他说他心仪 他以前在小学时间的一个同学 女同学 那他就想说 那那个女孩子现在参加同学会之后 过了这么多年了 他怎么样 后来就很兴高采烈去参加 参加完以后 没想到那个同学会就继续在开 而且开得很密 他再也不参加了 再也不参加了 他失望了吗 是啊 因为他以前幸运的女孩子已经变成阿伯桑了 其实 他有没有发现他自己也变成阿伯桑呢 对不对 他像阿伯桑他是阿伯桑呢 但是他还是能够服装一容很整齐啊 而且他的身材也没有很臃肿啊 所以他还自以为现在至少跟那个 他幸运的女孩子 比较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注重自己的外表的时候 那样子的女孩跟他的那个想象的女生完全不同 但是我们在这部电影呢 这不难得呢 他不是跟人家比这个东西 不是比身材 不是比英俊 而是比什么 比财富 比地位 你看你知道吗 他就用这个四个同学做代表 一个是好莱坞的巨星 一个是基金公司的创始人 一个是科技的企业家 一个是有权有势的政治专家 还有呢畅销术的作家 哇 真的这些人 当然我想 就是出类拔萃啊 对对对 社会上有名的人 而且还有出书啊 在这边有特别介绍这些有名望的人 哎 事实上他也不错 因为他是一个基金会 一个是非盈利基金会 以他们来筹募基金来帮助很多弱势的团体 有很多的团体 很多的弱势的家庭 因为他们的被他帮助 但是那样子呢 他是左手进行来 右手出去 对他来说 他只是一个 一个桥梁 两桥梁而已 那说来也没钱 过分财产 全是也没有 对不对 后来他的一个手下的一个部署 就跟他说 老板我不要做了 因为呢 我宁可去赚钱 去帮助别人 我也不要去伸手 要钱来帮助别人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 好像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他就觉得说 好像也给他很大的刺激 他觉得好像 我是不是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那时候非常想做一个 为社会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 他做了这样的选择 可是呢 到参加同学会之后 我才发觉 好像在那里是 别人不在乎你 可是他看到了 他总是觉得 这个我没有 那个我没有 我好像就看到 我没有的 他忘了他有所拥有的 对 那这里面还有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他的太太 他们是生活在洛杉矶 一个小城镇里面 他太太是一个公务人员 他太太非常满意 他觉得他只要把工作做好 那他有一个非常有才干的 音乐天赋的孩子 那孩子 而且很贴心 很贴心 那个孩子呢 又会弹吉他 又有很多乐器的增长 又会作曲 他可以到 到那个波士顿 那里有很多的名校 他去争取 就是要去面试 很多人都已经很看重他 觉得我们要吸收这个音乐人才 可是他没有看到这个 他有一天 他儿子说 爸爸我要到东岸去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才知道说 耶路大学你不要去了 那个什么 哈佛你要不要去 你要什么 这些学校没有什么 我们不一定要选 我们 你就选个学校就好了 他怕他小孩 没有办法申请到 对 他孩子说 这些学校已经都有 给我一些的通知了 只在乎我要不要选他们 他才知道 我孩子这么优秀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身边拥有这么好的一个孩子 我觉得他太看重 自己向他同学 没有 有没有 他看重他没有 对对对 所以呢 我觉得这里面就分了两个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从同学会 参加之后 有给他一个心理的那种打击 还有那个波涛汹涌的那种心理的打击 另外呢 他说实在 他的太太是一个非常乐观之命的那 没关系啊 我们只要过好了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场景 我觉得他参加同学会之后 就跟他太太说 你妈妈爸爸那个房子啊 还有以后的那个财产 要不要我们分我们一些 他在睡觉 在他旁边 就跟他这样讲了 他吓呆了 他太太说 他们还活着啊 他们还活着 而且还有 我还有哥哥啊 那他也可能会给哥哥啊 你这是怎么样的 他说那你自己的爸爸妈妈 他们是做学者吧 也没什么钱啊 我们还是寄往你们 这比较好 他说他们好像已经打算给哥哥了 那太不公平了吧 就在那边 他说 他们现在还活着 你就 你真的想是说 爸爸他们赶快死 赶快把这些钱分掉吗 他那时候我就发觉 他已经非理性了 突然把那个生命价值观 完全改变 变成金钱重于所有的一切 重于亲情 但是我觉得他有个好太太说 好吧 我们就睡觉吧 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 假如换了别的太太 一定抓狂了 抓狂 你吵架 你怎么在基于我们家的财产 那事实上呢 他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在了某一个时间 中年人有中年的危机 中年危机 我觉得这个中年危机 尤其有两种叫 不能不得性 一个是比较 一个是计较 对不对 说的好 说的好 因为同学会之后 他就开始 就开始比较了 他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 在想说 想他同学有的 他都没有 对 而且呢 他也开始计较 你知道吗 那计较也很可怕 那计较里面是什么 他发觉 他以前 因为有了一些 很进步的line 有了一些可以 就是message 可以联系 沟通的时候 他好像有在 他在他妈妈过世的时候 他有就是line给人家 那对方 不要说包什么电影吧 连那一点回应都没有 还有那某某人 他们又开同学会 怎么因为找我呢 对 是不是那么不在乎我呢 在那个情形之下 他突然就觉得 他在同学面前 他就是一个loser 是一个人生失败主的人 哇 他突然就觉得说 哇 我怎么这么没有 没有被同学看中 哇 他整个人生 就好像落入了 那种完全的黑暗时期 那他曾经 对别人 有做过多少的事情 好像他全部都忘掉了 他在乎的是 你 我好像是一个 失败者 失败者 人生 胜利主 也就从此这个来了 有人说电影是镜子 可是我觉得我好喜欢 影评人 男主位说过 电影也是一个锤子 锤子 锤子 敲醒你 敲醒你 那当然我觉得 这里面很棒的是 有两个对照 一个是他儿子 你知道他儿子 在这里 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 是什么 他很少跟他儿子 有那么几天的时间 要坐飞机 从西岸到东岸 而且他知道 他儿子要去面试 但他也不知道 儿子那么优秀 他想说 我难得有这样子 我要在儿子面前 好好的这种炫耀一下 就去说 儿子啊 我们这次不要坐经济舱 我们坐商户舱 或头等舱 可是呢 你知道吗 头等舱很贵的 这次我们有开同学会 到 就到多伦多去开 因为我们有很多 在师大的同学的时候 从香港来的 那香港在97年之前 很多人就开始移民 有移民美国 英国 加拿大 那有钱的会 很多到温哥华 那比较中等的 中产阶级的 那就到多伦多 所以我们到多伦多 很多同学都到多伦多去 那不然他们也会读师大 也是有选择性的 因为那时候 等于是家庭是中等 那我们在多伦多开 开同学会 那可是我觉得 在开这个同学会 就是当这个地方 我们就有 我有个同学 他就是做头等舱 他说因为头等舱 跟那个经济舱 差多三倍的钱 三倍 我们是四万块钱 因为我们很早订了 他十二万 十二万 因为十二万加四万 十六万 天哪 所以你看 他多想他儿子面前炫耀 就要直接加上去 可是因为 他太太买的时候 很务实一点 飞机过去就好了 不一定要转 所以他买了年价的飞机票 所以不能换 不能换 他觉得好丢脸 你看那种虚荣的感觉 想在儿子面前 摆谱 老爸都有办法 真的我觉得 很有趣的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 因为他 波涛汹涌 在他的心里面 在想 跟同学比较起来 太没有 太没有那种地位了 那位置太差太差 但是他儿子呢 居然在 弄错日子了 就是他等于说 要去报到的时候 他已经迟到了一天 那不能再去 面试了 所以他就想到 我的某某同学 那个 又是那个 有权有势的政治专家 而且畅销作家 那个学校有尖刻 那我就跟他讲 然后他就跟那个 上面有关系就没关系 跟教务处 讲一讲 没想到 因为他有权 他答应了 哇 在这个情形之下 他又很想要 善用这个同学的资源 可是他又觉得 我妈妈过世 你都没有什么任何的 慰问 或者表达 所以他又 记恨在心 很矛盾 所以他又要感谢他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的心情 会跟他在吃 用餐的时候 不关而善 那不关而善 他就跟他 儿子就去 听一场音乐会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儿子说实在 可以看到 爸爸的表情 那我觉得在这里 有一个很感人的地方 他爸爸 他爸爸 好像那种 很荡的 那个情绪 他儿子看到了 他儿子说 爸爸你怎么了 老爸很少在儿子面前 说他觉得 他自己多不忠用 在同学 就是同学之间 被比下去 被比下去 在那个当下里面 所以呢 他这个 他这个儿子呢 就 就问他说 老爸 那他就 居然这时候 他完全放下 那老爸的那种 做父亲的那种 威严 威严 傲慢 或是怎么样 觉得面子 居然就跟他说 他觉得 在这个过程中 我真的觉得 我自己 就跟同学 他就把那个 实情 说出来 说出来 对他来说 也能够 就是说 释放了 纾解他的压力 可是呢 他儿子也到处来说 爸爸 你在那个中途当中 当我说 我遇到什么困难 我不能那时候 你当时 也是在那边 大声大叫的 让我也很没面子 我还没进到 这个学校 我的爸爸 已经在那种 公开场合之中 这样子 那以后人家 看到我是 怎么说 我是怎么样的人 后来 他说 他转念一下 他说 我觉得 只要我进去了 人家会在乎你吗 每个人在乎的是什么 在乎我自己 我自己只要进去了 而且我就是 按照我的能力 进来就够了 何必在乎 别人的眼光 何必在乎 是一个孩子说的话 对 他儿子说 他说 爸爸 人家都会忘记 那至于朋友 是不是会在乎你 可是我告诉你 虽然他们父子之间 比较很少沟通 而且很多事情都是 妈妈先知道 他才知道 他都不知道 自己孩子那么优秀 他也知道 所以在这个当下里面 我觉得 他 儿子跟他讲了一句话说 爸爸 不管别人怎么样 我只在乎你 我在乎你 因为我知道 你是 你是爱我的 你是我永远在乎的人 你知道这句话 我觉得我听到以后 尤其 我这父亲很早过世 我在八岁 帮爸爸过世 我觉得 我常在想 我也常听人家的家庭故事的时候 爸爸不是很 很尽责 爸爸很凶悍 爸爸 甚至有外遇 爸爸甚至 有些很多的 让我们都觉得 有这个爸爸 比没有这个爸爸会更好 这个爸爸最好不要有 有了 我反而让我觉得 觉得丢脸 脸上无光 甚至他没有不负责任 可是我有常常觉得 当我听到别人的爸爸 哇 这么 这么关心孩子的时候 我真的好羡慕 可是呢 我在这里就看到 不管他怎么做 平常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但是他说 我只在乎你 可是我 后来我觉得 从这个电影里面 我也看到一点 我觉得 我们在家庭之中 不要就是要靠哪一个人 做一个媒介 不要靠妈妈成为 他们两个沟通桥杖 就他们两个父子两个 或者他们母女两个 或者他们夫妇两个 这三角形 它就独子了 讲说 有很多的 在多增加的话 我们曾经有在 家族治疗里面有说 我们在家庭中 每个人都要 父母要跟 不是跟儿子很好 女儿就忽略他 每个都要有建立 手拉手的 不只是围在一起 而且要在彼此都有 都有一个交集 你跟你儿子的关系 你跟你女儿的关系 还有你跟 还有他们姐弟的关系 怎么样 反正这都很重要 那我觉得在这里面看到 他们家庭是很和谐 是靠妈妈来 维系这个家庭 可是当他丢给他 爸爸跟儿子 两个男人 在相处的时候 有男人对男人的对话 而且他甚至 他爸爸还会幻想说 等我儿子真的功成名就的时候 他会不会常常说 我的糗事 会让我怎么样 让我颜面无光 拿爸爸的糗事 来当笑话 来公开讲 他突然 嫉妒起自己的儿子 比他自己有成就 我不知道 除非我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蓝色邪奏曲 那个地方真的是 他的妈妈太优秀了 他妈妈就单细胞繁殖 生了一个女儿 完全是遗传他的基因 当然这有经过 特殊的一些医疗 这是目前我们不允许的 不允许的 复制 复制羊 当他女儿跟他妈妈 完全一样的时候 他女儿非常生气 他觉得我要有成为一个 独一无二的人 他觉得他最大的竞争者 就是他妈妈 那个当下里面 让我非常的警醒 就像个锤子一样 我们对于这样 科技的发展 有没有需要发展到那样 会不会制造更多的问题 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 讲说真的 一直在无限的扩张的时候 会不会我们的一般的人 我们也完全失业了 因为都被机器人所取代 那你说 我们可以再创造更多的 更好的机器人 拜托 能够做这样的事情的人是谁 很优秀的人 才能够去做想象 去创造研发 可是一般的人 还是没有办法去做成了 承受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一个技能 科学的尝试 不行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 在追求进步 在追求最高科技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能够 为这个普罗大众想想看 因为真正优秀人 毕竟是非常少顶端的人 金字塔的顶端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很有趣的 他儿子 他儿子没有这种想法 他爸爸就在想 他做音乐会不会成为 街头艺人 都靠人私自 还是成为一个套普 他会不会就骄傲出来 而忘了父母对他的教导 我觉得 在那个电影里面 他都一直要做一个联想 人他好像常常在联想里面 不但是就比较计较 全部都出来了 包括自己的家人 所以这部电影 我觉得好有趣 中年人的心里都觉得 甚至包括他儿子的学姐 来跟他谈 我要做很多 被淫历的 这个慈善事业的时候 你们最好考虑清楚 这条路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走成的 那些人说 本来我们很崇拜你 怎么像得完全是颠倒 你怎么那么四块 我觉得在这里面 可是那些年轻人 在对他这样对台的时候 很不客气 其实年轻人 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 好像在这当下里面 好像让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有需要 我好喜欢有一个人 在讲一说 我们人生转而弯 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假如他们今天真的 没有他经过 跟他儿子到了波士顿 去找自己的名校 到底要去读哪个学校 这样的机会的话 我觉得对他而言 他还是活在那种 可能一直在跟别人 比较的当中 但他会发觉 真正给我爱 而且很在乎我的人 就是我的家人 对 他太太说 没关系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解决 但是也没关系 这样也可以 他的儿子的学姐 就跟他讲说 我听你都一直在讲 好像要追求名利 还有诠释 这样才能够成为 社会上有利的人 可是好像 而且很在乎别人的眼光 可是因为那个人 他是从 应该是大概从菲律宾来的 那他们觉得说 他说 在我们那里有一个地方的人 我可能只要什么 我只要有一个 一顿饭吃了 在一个晚餐当中 甚至这个晚宴里面 哇 我能够饱餐一顿 我就好感恩了 心满意足 可是呢 我才不在乎 别人有没有注意到 我的存在 他只要有那个 小小的愿望 能够在生理上的满足 就可以了 但是呢 你今天 已经都有这些生理的满足 你就要追求更高的 而那个更高里面 假如你一直在在乎 别人的眼光的时候 最痛苦的是谁 自己 自己 而且就完全不能接受自己了 所以 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他跟的父子之间 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 几天的时间 当然 也没做到头等舱了 可是我觉得 在中间也遇到一些波折 可能他跟他那个 那个什么畅销作家 这个有权有势的 这个政治家 关系也就有的可能 要破裂了 因为他当场就翻脸了 他说你怎么怎么的 那个人莫名其妙 可能他说 我在最忙的时候 人给我的讯息 我可能没有 没有去注意到 可是对他来说 他耿耿于怀 你不在乎我 我家发生这种事情 而且我们有在 以前有脸书 我有请你求助我们 帮忙我们的机构的时候 你的态度是那么冷漠 等他现在有闲了 也是帮了一点 就是帮他们联系 那个学校的 就也成功了 他 所以呢 在这里面 我们人与人之间 常常是加渐成熟 对呀 就是对 你对我好 对你好 但是在过程中 但是我觉得 不管那些人是怎么样 可能有些 嫌隙产生了 可是我觉得 他还是得到最大的收获 因为他的儿子说 我只在乎你 我只在乎你 你是我最爱在乎的人 我知道你爱我 虽然他们两个有争吵 但是我觉得他 他有跟他爸爸说 对 他跟爸爸有时意见不合的时候 我发觉他儿子好聪明 他爸爸为了说 要不要找关系 他就说 他说 不管怎么样 爸爸 我现在 我们不要再讲了 我们就到此截止 我想去散散步 我们再回来 喊停 喊停 我觉得冷静一下 对 那他走了以后 他回来 他有时说 晚上他们两个在 清新土育的时候 他说 当时我真的觉得很丢脸 可是我后来想想 那都是会过去的 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因为我在乎你 那你呢 要不要在乎 你那些同学的眼光 没有 可是不管怎么样 你在乐天知名的妈妈 还有这个儿子这么优秀 不管怎么样 我们彼此的在乎 我们这一家人 而且我们很努力 不管未来到底是 成为一个街头艺人 还是真的音乐家 都不在乎 我们就努力的往前冲 我觉得一句话 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儿子乏来 成为他的一个心灵导师了 对呀 这部电影 人生胜利主 好像看起来是 好像有点像 路舍的那感觉 可是我就觉得 我们放下身段 有的时候 一些年轻人 或是一些儿子呢 或是才是 而且我们这时候 我的太太 说不定我的妻子 我的另一半 也就成为我一个 好像在那个转弯里面 让我成为 更好的人的关键人物 帮我推了一把 对对对 所以说 爱在转弯处 爱在转弯处 这是一部 很棒的电影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因为现在 透过脸书的关系 还有一些 line的关系 所以很多 失联的同学呢 就会彼此 拉拉拉拉在一起 然后要开同学会 对 十年二十年 三十年四十年 没见的朋友 同学都会彼此 互相在一起 开同学会 那我们看了这部电影之后 我觉得 可以先打一个预防针 真的不要去比较 比较跟计较 实在是很伤的一件事情 就开开心心的 去参加同学会吧 但是 我常常在参加同学会之前 一定把自己 shadow一下 因为我觉得 好像在几十年 没见的朋友 至少在那一刹那 让他感觉 我还活得好好的 活得很好 这是必要的 把自己打扮得干净一点 清爽一点 对 让自己觉得 也不要说太多的抱怨的话 这是我们在多伦多 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是 在同学会的时候 同学就告诉我们 他们刚来加拿大的时候 是多么的辛苦 甚至还去到浴馆 去做一些 打杂 打杂的事情 但他们后来很努力 因为他们在香港可能教书 到这里加拿大就不能再教书 他们怎么努力的过程 那我们听了以后就非常的感动 那还好 我们大家都是比较同行 都是教育者 老师 能懂得内心情 内能的情节 而且我看了一个资料 我就发觉很好 我们的生活满意度 不是从比较而来的 是真正的一个 像是在学者研究 英国的一个 大学教授 他叫做 阿德里安 怀特 他说的 生活满意度 包括了健康 财富 财富是够用就好 第三个是教育 不断的终身学习 还有 让你的生命找出 意义 快乐 相关的东西 让你活出意义 活出快乐的东西 那而不是金钱 但是健康 该有的老本 该有的终身学习 还有找出生命的意义 快活的意义 也把这个送给收音机旁边的 听众朋友 今天非常谢谢英台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这部电影 人生胜利组 剩下来的胜 胜利组 谢谢英台老师 谢谢 谢谢